中華民國110年4月20號 星期二 造船 人生大夢 好 人生大夢 我在想說 為什麼每次我們的首播這個歌曲都會 都會很符合我們此次的主題呢 仿佛聽到了我們的呼喊 你知道嗎 就是很多人生的夢 我不知道大家的夢想是什麼 但是夢想有很多 說一句 不是說一句就一句 的確要靠財富來實現 OK 我們今天的特別來賓呢 是財富自由的吸引力法則 花最小的力氣創造最大財富 這個援助呢 是日本的兼援規 大家有沒有覺得這個名字 葉智小之 然後呢 為我們來解釋 導讀啦 為我們導讀呢 並且來詳述 這中間有什麼 財富積累的 跟自由的吸引力法則的奧秘呢 是我們遠流從書系列的編輯 也是小編對不對 小編不是我 小編是行銷同學的 對啦 應該妳是主編啦 什麼小編 我是一般編輯 好就是大編就對了 宇安 宇安待會會為我們來好好的解釋一下 話說我就是說最近那個腸胃炎 但經過確診 講確診很奇怪 為什麼腸胃炎要用確診呢 它就是一個腸胃炎 好嗎 診斷 經過診斷以後不用隔離 好經過確診腸胃炎 不用隔離這樣子 因為其實你現在到診所看 第一個一定是先量體溫 因為大家都很怕不管說你今天是什麼樣的 是哪裡的發炎 很怕就是發燒 好那因為大部分的一個辨識最低關就是你有沒有發燒 這一點 所以好因為我就是沒有發燒 OK好那就是沒有 但是就是確診腸胃炎 然後可是有很多腸胃型的感冒 他也是會發燒的你知道 然後那個醫生就說 因為我昨天的藥只剩兩包嘛 所以我趕快呢就請那個下了那個節目以後呢 所以請各位原諒我昨天如果有油倫刺啊 說話那個前春不早後墊的那種感覺的話 就表示因為我肚子很痛 以至於我的腦的思考亂掉你知道 因為我的腦都痛 然後呢趕快下下節目 又既然就是你知道 現在有很多那個叫Litex是不是 我第一次坐Litex是不是 喔不是課稅 我一直把他看成Litex 我以為是要叫我們付稅 OKLitex Litex我就下去了你知道 真的是慌亂中我笑死了 他就在門口停對不對 所以我就衝下去我就手去拉了 那是一台B&W 結果人家嚇得半死你知道 趕快鎖 不讓我開 不讓我開 我想奇怪耶 你明明就是 後來想說前面還有一台 難道是前面嗎 我就跟他比了 在那個前面還要再跟他有禮貌 比一個說對不起 Romenasai那種表情你知道 然後我就再往前面開 我想說那他可能不是 他可能就是黃色的 就是因為有很多種顏色嘛 所以我現在也分不出了 好像車牌紅色的就是加入 加入那種供城是嗎 那叫什麼 什麼那麼多複雜的名字 反正就是這樣子的事 我就看到前面有一台黃色 我說那可能是正統的色 我就去開那一台你知道嗎 結果我就坐進去了 還跟他說 那我們就到安和路 他說到安和路哪裡 我說 那不是我幫你叫的那一台 對果然 那一台我只要看到新的 就很想坐進去 果然還是不是 這怎麼辦你知道 是已經錯愕了你知道 然後中間那一台 因為他的牌子不是 我確定因為 因為發現我跟我說是TD開頭的 所以我確定那一台 不是那只剩下最後一台 我就進去了 那一台說一句實話 我為什麼一開始覺得 我沒有考慮 他太大太新了 所以我覺得那一台 有點像是載董事長的 想不到真的就是載 載我這個董事長你知道嗎 我就坐進去 我說請問一下 我還不敢坐 我說請問你是那個叫車嗎 說對對對 所以我就坐進去 你知道那一台車有多豪華嗎 我真的就開始跟他聊天 因為太華麗 裡面實在太舒服太大了 我說你這台車是 他說這台車是什麼車 什麼車頂級 我說這台原來有多少錢 他說快要五百萬 我說那你是用來 他說他用來 他說他本來就是自用 自己開 可是他覺得閒來無視 開興趣 我說可是你有 因為有這樣的一台車 你會想要晚上 或者下班後出來兼職嗎 後來聊一聊就知道說 他以前是台商 然後可能在疫情前 都是在中國大陸工作 然後他後來就覺得說 因為家庭的因素他就要回來了 然後這台本來就是 可能就是不是常開的車 可是問題是他還是沒有跟我講說 他為什麼要晚上開車 這件事情 因為他被我另外一個話題打斷了 我說這台車真的很舒服 他說因為他很寬敞 比一般的大 然後他的皮也很好 講很多以後 後來我就發覺了 有時候可能你沒有做過這麼好的車 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的慾望是低的 是 喔對不對 余安你同意嗎 我後來就跟他講 我說那你接受包車嗎 就是說如果我們今天是要去 阿里山啊 或者是墾丁啊 或者什麼 你不想坐高鐵 或者你不想再去 集什麼 訂不到票的時候嘛 對不對 他說我們是沒有這樣做過 但是有人曾經跟我預約 因為他的車太舒服 就是說南港到汐止 我說天啊 這也講得出口嗎 南港到汐止 你就自己坐一班的車吧 你還讓人家預約 他說他就比較不好 十分控 不好控制 我說你放心 我絕對不會去做這種短程 我今天如果是南港到汐止 我一定也是北港到南投 我絕對不會說 坐一個很近 很近的車子 要來浪費你的寶貴的時間 他說可以啊 那你可以加 加我們的那個 Line的那個 他好像不是加Line 他叫我打電話 對我想起來了 好我就趕快操了他的電話 然後最後還是忘了問說 為什麼你下班後要 開著這麼豪華的車 然後來做這個 這也是我今天的一直存在的疑問 所以我希望我下次 預約他的車到機場 對我還先跟他預約的車到機場 因為還沒有解封喔 我就先跟他預約了 你看我怎麼超前部署啊 這算不算是財富自由 吸引力法則超前不適的一個習慣 沒有按照這個習慣 他可能會告訴我說 你應該做機節 你為什麼要做拋車 可是我覺得人生應該要有一些 美好的體會 有了美好的體會 你才會覺得說 為什麼要財富自由 為什麼需要有財富 為什麼需要有錢 可是你知道我們的小編語言非常的冷靜淡定 完全像一個不喜歡錢的人 沒有人不喜歡錢 這本書是非常好看 其實我很想用一個禮拜的時間來講 畢竟他很好講你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要用一個禮拜來做這個專輯才對 因為我覺得這個課對很多人來講太重要了 但是根據我個人的經驗我看完以後 我覺得他其實只能算是前導書 也就是說其實你用了這麼多法則之後對不對 你其實不會達到有錢 你頂多不窮 他就是在培養一些比較基本的心態 對就是你對於錢財 看淡財富跟你的生活習慣 造成你可能會財務困頓的一些地雷陷阱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算是Part 1 因為我今天有問小那個語安說 我們的作者早稻田大學畢業 然後也當過記者 然後也當過作家 現在是自由創作者對不對 他以前是商業 常常採訪商業新聞嘛 他是那個兼元規 這位男士嗎 男士吧 男士 應該看起來也不老啦 他應該是蠻年輕的 就他的口吻 寫作口吻跟我們差不多歲應該是蠻年輕的 然後他 你不要笑啊 然後他就講說 他採訪的 接觸過財經界很多有名的人 所以他觀察統會了這麼多 該做跟不該做的習慣對不對 他總會在這裡面 然後你們有分為很多章節 待會我們再來介紹 那請問一下 據你了解 當這個兼元規先生 他花最小的力氣 創造最大財富的這本書完成之後呢 他有錢了沒 他有沒有錢我是不知道 但書裡面有寫說 他因此改變了很多就是壞習慣 可是因為他累積了 我想應該也是數年對不對 其實我最想知道的 也是出了很多 對很多系列 我真的很想知道 他到底現在財富是多少 本書 財富自由的吸引力法則 非常好看 因為他其實是非常簡短的一些 原則跟習慣 然後他這個 我先介紹一下 他本書有分為第一章節是 有錢人絕對不會做的事 第二章節是 誠心面對金錢的有錢人 第三個有錢人的錢包和你的不一樣 第四個是有錢人鳴記在心的小習慣 然後呢還有後面的部分是有錢人吸引財富的生活方式 這五大部分 但是我覺得其實很重要的有一點就是 先講一個好了 就是有錢人 我剛才想跟那個宇安討論說 我們應該從有錢人的錢包和你的不一樣開始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他有一個就是有錢人絕對不會做了幾件事 我們應該先跟大家警告一下 其實他第一章節就有講說 他們絕對不會做的事情 像第一章他其實就講了幾個有錢人絕對不會做的事情 讓第一個就是沒事就走進超商逛逛 因為台灣的遍地商店其實密度非常高 我查了一下大概是世界第二這樣子 世界第二 第一名好像是韓國 就台灣也曾經就是在第一名過 但是近年好像排名是大概第二左右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們遍地商店的密度還比日本更高 大家其實每天就比如說到遍地商店看看 有很多第二件幾則東西可能就會買下去了 那可能就是無意之中就是創造了很多不必要的消費 對我剛才一邊看這本書就一邊做了一件事 他就寫因為他寫第二罐六則 所以其實我只要喝一罐結果我就買了兩罐 而且是在看這個書的時候就犯了他的錯誤 他說他們也不會為了特價去消費這些東西 對因為就是要進超商 其實大家可能都想說 我沒事看到有超商我就進去晃一晃這樣子 對但其實超商他就是你會想進去 就是因為他們想要吸引你買東西 就算你本來可能只是去提個款 你看到一些小東西也會想賣這樣子 然後他是說有錢人是不會去亂逛超商的 然後他也提到說在歐美並沒有 並沒有什麼24小時都營業的地方這樣子 對大家都可能一個禮拜才去採購一次生活所需 所以像日本像台灣像韓國這樣子便利商店密度很高的地方 反而大家會去亂消費 可是他講說像歐美國家 其實世界上很多國家都不會有24小時營業的這種商店 一來是他們本來他們的薪水就是很高 花不來嘛人口密度也沒那麼高 可是你知道歐美人 我覺得他們浪費了更多的是另外一種消費 是我們比方說他們會去 例如說他們的度假可能就是一次花了很大的金錢去度假 而且可能是預支對不對 可能他們是預支消費 那這個是可能他另外一本書會討論 就是各國東西方的不一樣 像我們可能就是小小的錢 像你剛才講超商對不對 其實這一點很難耶 因為像你剛才說 比方說我們去領個錢對不對 對或者是我們去領包裹之類的 你可能沒有要買東西 他就會問你要不要加購 或者是他會給你一條就是可以優惠的小票券這樣子 他還會那個你在領的時候他旁邊會有那個打折 買一送一 就是中間有一個小籃子 對小籃子花車 買一些小東西這樣 對所以你可能就無形中日積月累 你去領個包裹就花了很多錢 所以他說有錢人不會去買這些東西嗎 他是說不要這樣子的習慣 就是不必要的消費 就是其實像走到軍藝家商店裡面 也大概是同樣的心態這樣子 他講說例如說他去大創對不對 對去大創 他說他發覺他絕對不拿籃子 對因為大家一進去可能就先拿籃子 讓大創他是寫說 因為台灣其實也有很多39、49元商店 那在這邊直接講大創這樣好嗎 好我們就講那個49元商店 就是他說你進去你可能覺得 喔好才39、49元便宜 但是其實你絕對不會只買那一樣東西 很少人就是進去專門就是買一個東西就出來 當然一定是逛一圈逛兩圈 然後在裡面繞繞可能看見有什麼東西 就想說喔這好像很方便好用 尤其是設計的又都很可愛 然後就是會喔就是出來就是一整籃這樣子 對那我當初會簽這本書也是因為看到這個 就是看到這項就走進軍藝家商店 這個我非常有感這樣子 我以為你是走到軍藝家商店看到這本書 因為我以前很愛逛軍藝家商店 但是看了這本之後我就再也沒有在那邊買過東西了 很多人的家裡打開發覺說為什麼永遠找不到剪刀 可是最後突然發覺說他家有六把剪刀 因為剪刀這種東西像訂書機剪刀橡皮擦對不對 這種東西你有沒有覺得他好像會自己跑掉 你怎麼樣找都找不到他去哪裡了對不對 還有膠水我是比較少用啦 但是我覺得像我常常會去買很可愛的便利貼 對這個也是這其實文具還算是用得到 但軍藝家商店以我自己的經驗是他有一些餐廚用品 然後可能都是單一功能的 但是他就會很吸引人 就是例如說他會有什麼專門切玉米的東西 專門收香蕉的東西 專門切蛋的東西 還有保存香蕉盒的香蕉盒子 或是放蔥的盒子 而且不會讓蔥黑掉對不對 就是有很多這種單一功能的東西 但是你買的到底真的有用到幾次呢 我有痛之反省 你有沒有發覺切算功能的超多日新月異 你很可能那個還沒打開對不對 他最新的切算功能又有更新的出來 然後他還有什麼剿味針的勺子啊都是為了一樣功能而做的 可是你知道嗎 發明這些東西的那個人他變有錢人了 對啊所以說消費習慣 其實你應該這樣講啦 很多人都說要用極簡法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好像也不能完全是這樣子 因為其實他後面還有補述一個章節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購物了 也就是他們的購物觀念對不對 你真的花了大筆錢的時候 你要用怎麼樣的心態去來理解正面積極的方式 來看你這次的購物 是是是 好他講說有錢人不會亂買東西 這點我相信 我不太懂日本很喜歡買保冷 很喜歡留保冷劑嗎 為什麼要特別講到保冷劑 這邊其實是因為他們就是 在日本百貨公司的美食界 他們會販售一些比較高價的禮盒之類 當然這些禮盒通常都會附保冷劑 那有些人他可能就是會把他留下來 然後就一直放在冰箱裡面這樣子 就是在冰箱裡 一輩不時之虛 對就是囤積物品 但其實這邊就是講的是囤積物品 我剛才在跟那個余安討論說其實他因為他採訪的 其實很多都是老一輩的豬市會社的社長或企業家 中年以上 所以說其實他們也算是有一些可能也是不是那麼富裕的過來的 所以其實我們這本書要講的有一些前半部的觀念 我覺得是很適合大家通用 但是最後怎麼花錢的觀念的時候 可能要導入一些現代新創一點的方式 因為我是在安慰我自己你知道嗎 我們待會來討論一下他們覺得花錢要怎麼正面 他說剛剛保冷劑還會有人留著 他說其實留著保冷劑你會覺得說有一天要出門 野餐怎麼會用到 事實上他就是佔據冰箱的空間 冷凍庫空間 他就是說你就是其實你不知道自己該有多少的東西才夠用這樣子 就是沒有就是盤點自己的所需 但其實這個也會跟你的理財習慣有關 就是你不知道自己該就是拿捏的用量 或是你不清楚自己到底有什麼 擁有什麼量多少東西 你就是有時候就會有一些可能含糊不清的習慣 會導致你花了一些你自己沒有注意到的錢這樣子 對 一般人都會覺得小錢很容易不太覺得他會痛到 對不對 然後像我們現在很多都是悠遊卡支付了 電子支付了 那他裡面也講說如果你常常都是用信用卡 不是用現金的話對不對 你不會感覺到你的錢花出去了 對而且會有一種就是預知的心態 裡面有提到說就是你假設用信用卡就會想說 喔那我就先刷下去再說這樣子 這個其實都是我們不管是就是你在網購啊 或者是在一般我們用電子支付買東西的時候 會有的一些就是不同可能不同以往的心態 因為以前人一定是一定要用現金付嘛 那我們如果過度仰賴這個卡片的話 那其實會可能無意中就是增加了我們的消費這樣子 他這裡面有列舉說三大就是說很容易破產人喔 他的三個 這可能是適用日本社會 因為我們台灣很喜歡買儲蓄險啦 他是講說如果你有三大符合這個的話 你要小心你可能財富不會增加可能還會漏 就是有兩張售險保單以上 兩張以上的售險不是儲蓄險啦 然後第二個就是你會無形中就會訂了很多那種什麼有線電視 對有線電視 他是也是日本的習慣啦 他是不是講有線電視對不對 還有一個第二個就是說他說你是那個叫什麼不在乎提款機的手續費 對提款機的手續費這個我就是覺得大家也是可以去注意一下 對我們好像覺得跨領的 對優惠這樣子 他說連這個小細節對不對 都可以看出你這個人對錢的態度 提款機的手續費好像五塊還是七塊我忘記了 五塊十塊的 有嗎有這麼高是不是 如果是轉帳的話跨行 十五 對他說其實很多人會忽略 他說可能你一個月中十次以上對不對 你無形中就花了 你雖然看你一年就花了多少錢是在手續費這件事情 就是他還就是說到說有些人可能他錢就是 裡面他說有錢人不會要用的時候才領錢 因為這樣子會有很多批手續費嗎 他可能就是一次提多少這樣子 這樣其實可以縮小那個手續費佔的比例這樣子 而且他說你一次領這樣的話會讓你的預算有預算的概念 就是你一次領一個定額出來 你大概就會知道說花完了那我花到哪裡了 所以其實他們很多有錢人我覺得他講的也是對他們是使用現金 對不對 講到現金的時候待會還要講到錢包 但是他講了這點大家一定要注意喔 你生活中是否存在著漏財破洞 我想我們的生活中很多我們可能沒有發現的漏財破洞 我覺得這點好強他說他發覺不整理不清掃任憑房間髒亂的人收入越低 其實那高嘉宇怎麼辦 他是有錢人嗎我們來問問高嘉宇 對他還沒有 而且他現在已經開始整理了 他說不整理不清掃任憑房間髒亂 其實是收入會越低耶 因為在日本我們看到很多垃圾屋 就是不是有很多清掃垃圾屋的節目 那些人可能都是勉強靠著一些年金啊 什麼在虎口沒有一個垃圾屋是有錢人這樣子 對啊所以就是他們就是可能就是 統計 對就是看我們看到都是一樣這樣子 讓他就是不會清掃打掃的人 他們其實也在理財觀念上也會相對的就是比較散漫一點這樣子 他列舉了三個我覺得這點真的是 不是日本台灣也很長喔 因為其實房間本來就很小了對不對 然後就堆積不丟 其實不丟不是省不丟其實是浪費 因為他讓你空間變得很狹小 他說依舊是房間堆滿不用或是不適用的物品 捨不得丟啦 可是捨不得丟又一直買 第二個廁所浴室廚房的水槽 水槽很髒污 他特別強調水槽很髒污 請大家看一下你的水槽有沒有很髒污 然後第三個 你大量個人的興趣 例如說漫畫遊戲卡 還有比方說樂器 然後都堆在角落 因為他們很喜歡買漫畫 這些其實都蠻花錢的 那你堆滿這些東西可能 有時候不小心就會重複買之類的 因為不知道這裡有多少東西 而且遊戲卡其實小小的 你可能一直放一直放一直放 每個地方都有 然後他還講說有一個地勢就說你囤放垃圾 為什麼 他說因為其實你囤放垃圾就表示說你都沒有掌握好到垃圾 垃圾車上你的祈禱來的時間 所以你就一袋一袋的都擺著固定 他說那你垃圾擺在房間這個人怎麼會有錢 再來一直使用救電器 為什麼他沒有解釋這一點 救電器像比如說有些老人家他們可能到現在還在用窗型冷氣 但其實算起來那樣子冷氣他的電費就是比現在裝新的冷氣還耗電 那冰箱也是舊的比較耗電去比較電費就會發現 其實他並沒有節能 其實他電費高很多 所以他才會說就是你不要一直使用救電器 我懂了難怪就是他講說救電器其實是更耗電的 你感覺捨不得丟對不對 其實他是製造更多的排放那個污染 而且又讓你的電費就是很貴 難怪這樣講我們應該所有過濾一次 我們現在家裡電器是不是那種一級節能 因為有人就是做時間說看他的舊冷氣跟新冷氣開了 就是哪一個比較耗電就發現其實新的冷氣你把它開很久 他的電費還沒有舊冷氣高 回家馬上把所有的電器檢視一次 舊的全換掉就對了 好再來就是他說第10就是收到LINE的訊息馬上回覆 LINE的訊息這種東西你會馬上開嗎 我通常不會馬上開 真的 他說其實收到LINE的訊息立刻點一直點一直點的人 他其實是會浪費 賴成癮者這樣子 那這個也不行嗎 那個我們的作者 監緣歸他有特別強調說 賴馬上就看的人 乍看之下好像跟我們使用金錢有沒有錢沒有關係 可是事實上他說這樣子的人其實是有很大的關聯是不是 對他是說這樣子的人他其實就是LINE成癮了 因為他沒有辦法就是掌握自己生活的主控權 他就被這個訊息所控制這樣子 對那就是可能有人傳訊息給他就很焦慮要去看 就變成就算沒有人傳他也是很焦慮去看 有沒有LINE 那我有沒有訊息有沒有訊息這樣子 因為他講了一個我覺得這個倒是有一點有一點用 他說因為太渴望引人注目 然後容易拘泥在一個點上 然後再來無法拒絕他人的好意 就是怕你不回沒禮貌 然後也沒有辦法好好的接受現實 對耶這其實就是現代人被訊息控制的一個情形 有一點很怕漏掉什麼訊息 然後又有一點沒有自信 然後第三個就是怕沒有人 他是不是被排擠了對不對 大家就可能很需要接到這個訊息來肯定自己這樣子 那就就是很焦慮好像生活都被這些訊息所掌控 這我倒沒有真的沒有什麼人來我 我好孤獨喔 還真的耶 我不會去檢查 因為我覺得那個聲音實在是很討厭 所以我都是把它弄到靜音的 所以有時候一看還真的沒有 那接著呢有一些就是說 他說還有個習慣就是 除了說我們不要隨時隨地看到超商就走進去吹下冷氣之類的話 他講說不要買塑膠傘這我們昨天也有聽到 他說他們不會去任何時候都習慣去購買塑膠傘這一個點 對那他是說 如果就是因為很多人都是會在下雨的時候可能就沒有帶傘 然後就去便利商店挑一把最便宜的 對就是有那種最便宜的是5080還是90那種 99 現在哪有50的沒有了 然後他也不是那種可以收起來的那種 對那你每次都買一把每次都買一把 然後你又捨不得把它丟掉 然後99就是會再加以囤積很多不必要的東西 對而且他裡面也提到一個 他說其實我們也有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的超商文化跟日本蠻像的 就是覺得很便利 他說其實如果你真的覺得家裡有很多這種傘的時候 堆在那邊反而機會是誰 你不如就去給其他的餐廳或什麼店家 就說當愛心傘 然後也可以讓這些好好的被用到 他講這個觀念很好 說東西堆在家裡能夠 如果你覺得很浪費對不對捨不得給 他說不然你就拿去網拍 如果沒有辦法拍你可以給別人 但是你一定要記得要讓他還在活著的狀態 對就是讓他不是就變成廢物消失掉了 就是讓他可以循環利用 他舉個例子他說他有個朋友很多鞋子很名貴 都萬塊日本的萬可能台灣的萬 他說他都不穿捨不得穿人捨不得送人 可是真的不好穿 然後他就說一隻雞雞雞子 然後真的拿出來要用的時候 其實皮已經殖裂剝落了 就已經瘀了瘋化 對啊也就是說其實你覺得很捨不得的東西 如果說在他還活著可用的狀態給人家 這不是蠻美好的一件事情嗎 這才是真正的就是不會造成浪費 對對對對對 好再來就是說 很多人不想談錢的話題 可是誠心面對金錢的有錢人對不對 很多人會覺得說談錢很俗氣 或是談錢很傷感情 對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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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他說其實真正的有錢人對錢是最計較的一種人 對因為他們就是不會打腫臉裝 就是充胖子這樣子 他們對於錢都是很有規律 然後就是可以講得很清楚的 因為我們可能在亞洲國家多少會覺得好像 有一點不該談這些事情 或者是應該避免談這件事情 但是真的有錢人他們都是不會去避談這件事情 因為他們把錢看得很珍貴重要這樣子 他說有一種人 常常會把一句話掛在嘴邊就是 錢沒什麼大不了的 對 錢對我來說不是最重要的 對像這種人他真的是有錢人嗎 我想有錢人都會覺得說錢是很大不了的這樣 沒有我會說其實錢真的不是最重要 只是看得比命還重要 他說其實絕對不要去怕談錢 或者覺得說跟你談錢這個問題的人 他是很俗氣的 他說真正的有錢人 他絕對不會說錢沒什麼大不了的 對其實錢沒什麼大不了 你倒過來就是大不了沒錢 對啊聽起來很不經歷 怎麼能夠說這句話呢 所以這就是我昨天講的那句你知道嗎 錢不是問題問題是沒有錢 所以我覺得所以大家真的要記得 其實談錢是一種對錢的對財富的尊重 對那是對財富的尊重也是對你自己價值的肯定這樣子 因為就是有錢人知道他們有這個身價 所以他們就是會去就是讓自己的身價維持在那邊 不會說喔那就不用那就怎樣怎樣 其實我覺得他們其實都沒在客氣 對他們有禮貌可是不會裝客氣 反而會讓人家覺得我常常你有沒有一種經驗 就是說其實他那麼有錢怎麼還那麼計較 對不對其實我覺得不是計較 他就是因為有這樣子對錢很嚴肅很認真 然後太重視了態度才讓他變得越來越有錢 我們常會覺得說這有錢這樣當生 對不對 結果發展沒有欸 他不會對他自己當生 對他其實也都過得很 他自己也是過得很不錯 可是他不會浪費在無謂的錢在他不需要去社交的身上 對而且他就是會就是 比如說他是老闆的話可能就是對公司的業界要求 其實下一篇他應該講說有錢的罐老闆你知道嗎 我們要講的這個很重要 他說購物衝動的時候怎麼辦呢 需要的正面思考 對他說有錢人其實有時候也會衝動購物這樣子 但是他們不會想說我花這個錢就很後悔不已 他們會想說好那我下次要成長到就是我花這個錢也不會心痛的程度這樣子 對沒錯他說如果這個這要安慰一些人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尤其在母親節啦双十一啦 聖誕節啦父親節對不對 說著母親節又要到了 今天又真的真的才講就犯錯了 他說衝動購物的時候很多人就會說完了我闖禍了 或者收到卡單的時候就懺悔說完蛋了 我也會絕對不要再犯這種錯誤 我為什麼會買這些呢就充滿後悔 他說其實不會應該要這樣子思考 對就是你我今天花多少錢我就要賺的比這個更多這樣 你把這些錢都賺回來這樣 對怎麼樣正面思考呢 我要努力工作讓事業有成到下一次刷卡的時候 我可不會為這些消費感到心痛 這就是正面的思考 你咧 我在努力中 最後一段的壓軸 有錢人的錢包跟你的不一樣 因為現在大家就可以把手邊的錢包拿出來了看一下了 好開始 對那他就說那你的錢包裡會不會放很多就是有的沒有的東西呢 你有放有沒有放錢以外的東西 那你的鈔票有沒有就是按照順序來把它擺好整理好 你知道我剛有問到余安說為什麼他們的錢包不會放很多 他說裡面他會點到的是集點卡對不對 可能日本有很多集點卡 他說他觀察到有錢人的錢包 第一個不會放很多收據明細 他們會把他收據明細放到他的公事包 因為他每天都會整理 每天都要整理自己的包包 這個是很大的一點 你也開始了對不對 對我就是看了這個之後 我本來是大概一個禮拜整理一次 但看了這個之後我就每天整理 因為現在電子發表後面還會跟一串收據 如果每天整理其實你就會知道說 那我今天到底花了多少錢 他的明細是什麼 就是你每天都掌控 可以掌控自己的財務狀況這樣子 有錢人也都是這樣 第一個他說你要整理你的錢包對不對 不要放過多的什麼集點卡累贅的東西 然後說信用卡不要太多 以免過度消費 他覺得三張最夠了 其實我覺得現在也對 因為現在很多都是用電子支付了 你也可以就帶一張兩三張優佑卡就可以了 然後綁在手 蠻好用的你知道嗎 第二個就是他說錢的順序 對不對 他就說錢的話你就是 大錢跟大錢一起放一起 然後小錢就是你就按照順序排好 當然上面的人頭朝上朝下 就是他說看你的自己的喜好 但重點就是你要把它分類清楚 然後有錢人不會說把鈔票弄得皺巴巴的 從口袋裡掏出來 他們付錢的時候一定是發一個很簡潔的拿出就是整齊的鈔票來付 他說他曾經有看過好幾個人 他說他那個包包很厚很骨喔 然後裡面裝了一堆東西就是掏不出錢 對 就是一直翻一直翻 然後找不到錢在哪裡 找不到錢在哪裡 我覺得這個很好笑 那包包裡面到底是放了什麼東西呢 就是放收據 雜七雜八的 你知道 我覺得他講的這一點他說對錢要愛他要尊重他 你要愛你的錢包為什麼 像我是 我也是 就是你是會把錢按照順序嗎 像我會 我有一種 我會按照順序 對對對那你是大到小還是小到大 我有一個是放最大的鈔票 兩百的就是一千跟五百放一起 然後一百的放另一個 真的 因為我曾經遇過很多糗事 就是已經吃完飯忘了帶錢的這個事情了 所以我後來就開始準備兩個錢包了 一個全部放大鈔緊急備用的 就是有紫色有紅色有綠色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我覺得有些習慣可以養成 就是你拿錢給人家的時候 如果錢是很乾淨很漂亮 大家都會很開心會笑 所以我都只用新鈔 但是人家會找我舊鈔對不對 我有點生氣 找回來舊鈔 找回來舊鈔我就放到最後一個 就是說不要跟我的新鈔摻雜在一起 找回來舊鈔 那但是我也會按照這個頭鈔上 他說為什麼有些人的怪癖 就是說為什麼覺得說那個鈔票上 如果是偉人或者是有名的人物的時候 歷史人物 他說頭鈔上會讓你這個錢不會那麼倒流 對不對 書裡面也寫說你不要不相信這些明信 跟你的財富也有關係 他說如果人頭朝下對不對 錢會很容易流走對不對 他說他觀察他的媽媽也是有這些小撇步對不對 還有一點他說錢包不要破破爛爛的 他說他都用L開頭的長甲 對他說他以前就是可能每一年都要換一個錢包 但是他就是下定決心買了一個LV的長甲之後 他反而就是那個用了非常的久這樣子 對他的關鍵是覺得說與其你每年換一些包包 你覺得舊了破了 你不如好好發痕 買一個自己喜歡的 因為你的東西價值提升 讓你自然也會把它就是看待更慎重這樣子 就像如果假設有一個人他帶了一條很貴的所持 他也不會穿得很爛的這樣子出門 就是一個東西他可以讓你就是注意到說 那我要應該好好維持這樣 對對對他就講說如果說今天你對於這個物質 你某一方面開始全部都全面提升以後 相對著你的使用東西的價值提高了 然後所有開始你對你自己的要求也就開始提高了 這其實是可以改變整個人的生活態度這樣子 我覺得是風水 吸引力 然後我也是覺得我就是用新超的 那當然有時候新超你就不要 因為你如果說不是在過年的時候去換的話 你每次去沒有地方會去讓你領新超了 對所以其實你要預估量 你今年大概要用多少新超 所以你就是對於用幾張新超都非常掌握得很清楚 我很介意 沒有因為我經過很多年的失敗 我大概就會知道說你一年的新超量是最少要多少 所以後來我發覺每個人拿到我的新超的時候 他們也是很開心的 因為我會讓錢香香的 對這樣大家就會重視那個錢 對會重視這個錢 而且很希望就是看到那個錢 他說你要夠愛這個錢 對我們以前我問過一個 訪問過一個作者 他是也蠻有名的理財教 他叫阿斯匹林 然後他阿斯匹林的時候 他也出了一個新書對不對 他之前那本書的時候他就說你要很愛錢 有時候通常就是你不夠愛他 然後呢你就不會愛他 你不會愛他的時候他也不會愛你 他就離你而去 對所以我覺得我們也是有時候對這個錢不太愛他 像你剛才說他也會跟錢說話是不是 對他就是付出錢說他要感謝他 就是每天都感謝他的錢這樣子 有錢人對於這個錢不是很隨便的就是放油他去 他們其實對這個錢就是他們很重視他 然後也對他們心懷感激 有這樣的態度 自然他們就會有吸引財富的這個體質這樣子 吸引財富的體質 這個體質很重要 其實像你拿錢他也講到一個就是說 使用錢的禮貌對不對 他說其實像有些人他不是餐廳或是什麼的時候 他如果有一個放錢的碟子對不對 你應該是把錢放在那個他的收銀的那個碟子上 不是就是擺在他的櫃台上好像不太尊重 很多人都是亂丟的 亂丟的也不是沒有說很亂啦 就隨手擺對不對 他說其實你是要跟他說謝謝 拜拜 下次要再Double回來喔 回來你身邊這樣 我們會不會講了這集以後聽到這群人 去超商給錢的時候講了一堆話 大家在心裡面默默的按 然後就會有很多那個路上觀察家 他就是婆說最近來了一堆人都會結帳時 跟錢說話不知道發生什麼傳染病之類 我覺得有些東西傳染力是很好的 就是當你覺得說你對這個錢你是很愛他 然後也很珍惜他的時候 錢就會愛你 要培養有錢人的體質啦 這點是非常重要啦 你看完這一本書對不對 你最想要分享的是什麼 我覺得這本書其實是在告訴我們 就是從根本就是檢視自己的 你自己的理財習慣 然後去就是改變這些壞習慣的方法 那因為我們的每一個選擇其實都是 假設你想要邁向這個財富自由之路 你的每一個選擇其實都是在為你的致富做選擇 所以我們可以從生活裡面就可以開始來改變這些小地方 對那可能一般人 當然我們有更進階 剛才是說到說這本是一個入門的書嗎 入門 你可能會有更進階的投資行為 但是在這個之前你可能就是要需要改變你的心態 然後你才能真正的邁向財富自由之路 好這本書遠流出版的財富自由的心理法則 謝謝大家應該都要買了 I like illing sound I like radio 防止電視努力 I like illing sound